好萊塢喜劇片《間諜速成》般 由職業摔角巨星戴夫巴蒂斯塔挑大樑 他飾演一位冷酷的中央情報局探員 因下手過重搞砸任務 长官要他潛入一个平凡家庭 执行卧底任务将功赎罪 不料却被机灵的九岁女孩试破 探員不得已之下答应了女孩的条件 女孩保密探員卧底的秘密 探員则必须指导他如何成为间谍 两人从一开始的不对盘到任见相处 成了最佳搭档 好萊塢剧情片《时光人生》 改编自《纽约时报》热门文章 金球奖得主爱德哈里斯 和喜剧鬼才杰森苏黛西斯 内恋演绎一段父子情 片中父亲是一位善用底片的知名摄影师 泰国电影《鸳鸯大道》讲述一对走投五路的年轻夫妻 想要抢银行赚得不易之财 却在计划付诸实行的那天遇上了真的强盗 这对夫妻从抢匪瞬间变成人质 就在性命危机之际 他们异想天开 反过来去抢这帮强盗抢来的钱 究竟是性命重要还是钱财重要 这对鸳鸯大道也不是省油的灯 奥地利悬疑电影《小魔花》 由坎晨英斩影后艾蜜莉·比查姆 和金球奖势地班为小主演 蒋树丹青妈妈研发了一个会开出鲜红花朵的奇幻植物 还违反规定偷带了一盆回家 但当这朵魔花盛开的时候 原本应该是带给大家快乐的花朵 却暗藏了难以收拾的危险因子 装饰综合报道